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山就称之为狮子山 吴三桂成员院的真人像就在那里 它里面有一个吴三桂真人像的画像 吴三桂成员院的画像 据说是全国唯一的 它在哪里呢 据说在游客中心里面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但是我刚过游客中心 游客中心已经关门了 并没有人职守 拿钥匙的人距离很远 所以咱们只能来看看雕像 就在那边 这边呢是一个戏台啊 这个戏台上我们注意一下 上面挂的红灯笼是姓吴的 马家寨为何姓吴啊 上个视频我们已经说过了 因为当时 就是说呢 保护陈远远以及吴三桂的后人 来到这个地方 马家寨这个神秘的地方啊 就是马宝 是吴三桂的爱将 所以说呢 当年为什么叫做马家寨呢 一来是为了感谢马宝的恩情 二来呢 当时蜻蜓正在 清朝天正在追杀吴家后人 所以呢 改成马家寨呢 一方面 看一方面隐藏 这个戏台应该是后建 这边呢 还可以看到吴三桂的大刀啊 大铜刀 这边的人呢 全部姓吴啊 一千四百多户 据说这里人都长得非常的高大 据说是有人说啊 这是一个精英的遗传啊 这个大刀呢 据说是现在还存在啊 但是有人在网上介绍 说是吴三桂的大刀呢 后来是被卖到废铁了 当地村民是说存在 放到展馆了 这个咱们具体也没有见到 这三把大刀顶着一个球 吴三桂遗留下来两把大刀 一把是92公斤 一把是83公斤 现在是下落不明啊 这个顶的球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吴三桂当年 所这个驻守过的地方吧 也许我想多了 这就是一个地球仪啊 他这个吴三桂和陈圆圆的这个真人铜像 比较小 但是陈圆圆的像呢 我能看到是一个油爆披发半折面的一个样子 吴三桂呢 看来比较高大 陈圆圆也并低 这个像呢 就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的像啊 这前面有一个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简介 据说呢 当年还是这个崇祯皇帝做的梅人 田国葬为梅 喜结良运 之后呢 吴三桂积极在前线的与清军作战 这上面写的我当刚才大部分说了 就说呢 当年也是这个马宝 保护着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因为吴三桂在衡阳称帝以后呢 实际上是秘密的病逝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时知道的亲信呢 最后呢 被召集到衡阳啊 用马宝 来把他吴三桂的尸体秘密运送到这里 当年这个陈圆圆啊 还是非常聪明的啊 混入乞丐当中 半乞丐保命 陆遇到了吴三桂 才免一死啊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铜像 这个铜像呢 有可能是根据这里 得保存的画像而雕的 因为可能知道这个陈圆圆长相的人啊 极有可能就是这个 马家寨的人啊 因为马家寨呢 他们都是这个 吴三桂的后人啊 当然吴三桂的后人 如果再没有见过陈圆圆的话 其他人 见陈圆圆就更难了 情怀八言之一的陈圆圆 走近了 我们来看一下陈圆圆和吴三桂 长的是什么样的 看看啊 这里写的啊 先祖考吴三桂 号硕辅墓 不记身后成败 荣辱任人评说 感为天下难为 这是独创历史 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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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